将清洗过的鱿鱼做几本剪切 另一边用竹签串起一只只白虾 尽管前置作业繁复 却也是老板中正荣坚持所在 整只鱿鱼裹上蜜汁黄色粉浆 沾满面包粉 除了散发淡淡面包香气 还能维持酥脆口感 新鲜白虾也要如法炮制 有了万一下油锅才能锁住海鲜水分 鱿鱼白虾花枝丸到玉米笋 满满海鲜蔬菜平盘宠坏舌尖 炸鱿鱼不油不腻 内在厚食油咬劲 沾点泰式酱酸辣开胃 整只炸虾连壳入口 满嘴酥脆香甜 肉质弹牙 大海鲜味如巨浪般 席卷味蕾 我看过有客人会剥咳 可是基本上我一定会跟客人说 我们虾子是可以连咳一起吃的 因为那样子的口感 才是我们想要给客人品尝到的 就是外面的crispy 跟里面的鲜甜 虾子的鲜甜的味道 老板钟正荣虽然是土生土长台北人 但小时候经常回车城阿公加油玩 儿时的海鲜美食记忆 成了他的创业起点 难得有机会往墾丁大街走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墾丁大街上面找的就是烤鱼鱼跟炸鱿鱼 一定要吃的 然后就演变到最后我觉得我做生意不行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对我一定要再把它这样子呈现出来 盯着硕士光环的钟正荣推掉城市里高兴机会 2014年跟哥哥回到屏东 在墾丁开摊车卖炸海鲜跟调酒 因为食材新鲜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杀出重围 2019年他们到恒春镇上开实体店面 多增加烤海鲜项目 每天冬食 新鲜直送的牡蛎 一定要清洗干净 用烤的更能称出海鲜原味 每颗牡蛎 肥美饱满 风鱼多汁 一路口 咸咸交汁 仿佛让味蕾跟着海浪一起旅行 有了炸物 那我们再来吃一个新鲜的口感 我们可以让这个炸物 把所有的感觉做提升 我觉得哇 那这个烤生蚝基本上就是画龙点睛 为了强化在地市场 钟正荣推出牛排丼饭 选用Choice等级的牛排 正正牛肉香气扑鼻 搭配葱花以及糖心蛋 超高CP值 魅惑人心 牛肉软嫩又带有绞劲 懂吃的饕客会沾半熟蛋液 不仅能提升口感层次 还能去除油腻 不过超高的食材成本 也让钟正荣跟哥哥 发生激烈冲突 当初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光选用我们的食材 包括这个Choice等级的牛排 我甚至跟哥哥 起了很大的口角 甚至打架 就是为了所谓成本上面的控制 那当然我们出来做生意是有所谓的成本的考量 可是我个人是属于比较理想型的 我想要提供好的东西 兄弟俩没有因此打坏感情 反而让关系更紧密 因为他们从台北南返创业的初衷 就是希望能陪伴心爱的阿哥阿嬷 也因为我们在这边 其实阿嬷也觉得说 是有家人在这边 可以照顾他 对然后就是因为创业的关系 然后我们才这样子 家人才能这样子聚在一起 也好在他们守候在阿公阿嬷身旁 让兄弟俩心中没有遗憾 尽管长辈们已离世 他们也没有因此离开恒春 而是更认真经营事业 希望能把小时候 对炸海鲜的美食记忆流程下来 因为这是专属家人的幸福味道